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期节目开头说什么来着 忘了 我提醒一下 好吧 是郭老师相声的一种功能 能让女同志早产 不是 是一个流水线 先看《非诚勿扰》 怀了孕 再听我们相声好顺产 这是一个产业链 对啊 说到这儿就想起一个好的节目 它有很多意外的功能 就是吗 比如说我这两天 在那个《非诚勿扰》的官方微博上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 名字叫小SR 他说他有一天晚上 是那个鸡骨头 要大一些了 对 卡嗓子眼了 怎么弄也弄不出来 大嘛 就是 就得琢磨是不是要上医院呢 一算时间 跟那有的开播了 他看一会儿吧 一看 还乐乐得不行了 喷喷喷喷喷喷出来了 卡出来了 对 太好了 但是我们也得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碰到这样的事 赶紧上医院 对 千万别等着看 要不说星期三还行 你要星期二 星期五 我就耽误了就 对 还得等一个礼拜 就是嘛 都卡死了 对对对 好 也感谢观众对我们节目的后爱 对 好 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本节目由艾莱姨时尚羽绒服 冠名播出 艾莱姨向时尚致敬 有请今晚1号选手上场 这种功能和户口腔 新升级黑人茶杯剑 哈喽 嗨 老师好 老师好 郭老师好 那个专家老师好 我叫王慧昕 然后来自广州 你们非常了得是一个 就是大家都特别火影惊心嘛 就是包括两位专家 然后各位观众 就我刚好最近遇到一个事 就是我最近谈了 就谈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我挺喜欢他的 他就上个星期三 就突然就人间蒸发 就不见了 那你先告诉我们 这两个星期内 你们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本来一届都非常好 然后呢他星期三 他出国了 他说他去加拿大 然后结果从星期三 到现在音讯鸟无 让他去吧 如果经济条件比较宽裕 可以去念个什么商学院 没事 没事 另外今天赛场 还有很多人也许有一款 适合你 好吧 对 我跟老郭可爱捣鼓这事 对啊 是吧 万一成功了也抱不起 好 我们先答题好吧 来 对面八个表述 好 我想选那个6号 6号 6号 对 老外 是一个外国朋友是吧 好 我在中国街头卖唱 是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啊 我叫罗大卫 他叫罗大卫 罗 罗 罗大卫 罗 罗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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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帮你使的名字坑你 罗大卫 哪一国人 西班牙 西班牙人 加拿大你熟吗 我有一个朋友飞到加拿大去 跟他女朋友不联系了 嗯 我们离加拿大很远 很远是吧 来 聊聊吧姑娘 你好 我想问你 你来中国多久了 两年了 你为什么要在街头卖唱 是因为没钱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为了说中文 我开始说中文歌 嗯 然后一天我在路上唱歌 就为了开心 气氛特别好 所以我从那一天以后 我就开始在路上唱 出普通的城市去 现在我就做这个 那你都唱什么歌呀 都是中文歌 比如 因为爱情 爱情不信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我要飞得更高 外面的细节很精彩 北京 北京 我又这样陪你 我又这样陪你征服 哦 真的 俊鲜 你是不是一首歌就会一句啊 对 我想问 你答对了 来 我打听一下 你来两年了是吧 嗯 中国的好些事你也明白 有一支队伍叫城管 它会妨碍你的业务吗 对 我和城管有很多故事 我到一个城市 我会找到一个地方唱歌 有时候他们很热情 来说 哦 不好意思 楼大卫这里不可以唱歌 哦 我会说 哦 朋友们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 我轻轻地来 哇 然后我就走 所以今天的就是 那些回英文 那些城管 回英文的城管特别多 他们一看我就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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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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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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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英文老师教得好 那然后呢 你说你听不懂英文 嗯 我的英文比城管的英文不好 太差 但是有时候 有很美好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唱歌 从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看两个城管来 我一看他们 我 哦 又来了 又来了 但是我继续唱 他们看我很严实的样子 这样 兵马俑的样子 人家知道兵马俑的样子 对 这样 然后 我很警察 但是我继续唱 突然这个城管 在狗带里在找东西 好 我害怕 拿手枪 没有 但那一块钱 说你很OK 你很New 我 我跟他回英文的 给英文发现一块钱 然后把你的亲拿走了 你现在在中国有女朋友吗 哎 没有 没有 没有吗 你怎么了 没有 我看到那表情好像就是 你那个腿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那表情好像敢说 又不敢说 就是好像有点害羞的样子 吓我一跳啊 你腿要再这样 我给你离根点眼干的 哎呀 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人 是吗 我以为老外都很开放 哦 我跟你说 我看过一篇什么文章 在飞机上看的 说全世界的男人 控起来眼里 浪漫指数第一的是西班牙人 为何 西班牙人 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他浪漫啊 要么你表演一下 就是为了西班牙 你让他表白是吧 为了西班牙争光 就是表示西班牙是最浪漫的 有一次我写了一首歌 就是和蒙老师有关系 哦 哦 试 试昧 哦 哦 如果我去 非常无饶 你会不会为我而来 哦 不用参加 非常无饶 我已经在你对面 怎么样 姑娘 你觉得可以判断了吗 可以 来 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 好 我们来问一下楼先生 你是真的吗 我是真的 恭喜你 来 看大屏幕 西班牙小伙儿 鼓浪雨上唱中文歌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好好唱歌 恭喜你获得了港澳游的机会 还要去普及岛吗 要哦 要哦 来 请选择两位 我要选那个5号 还有 1号 先问哪一位 我先问5号 我曾是南京第一巨鹰 可逗 顾老师好 我一上来就看到这个标题 先生贵姓 免贵姓王 王先生来自哪里啊 就是南京本地人 小时候是多重啊 刚生下来的时候是14斤 长60公尺 14斤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这个事还上了报纸 不可能吧 你现在多重 我现在 比当年重不了多少 100不到吧 你妈妈多高啊 我妈175 我爸190 我爸原来是篮球队的 就振振得富了 就是我小时候 刚生下来的时候 的确是个子在同龄人当中 也是一直都很高的 然后到了大概初一 初二的时候吧 基本上没怎么长过了 我小时候 我们家对门有一个阿姨 郭老师能配合我一下吗 我演阿姨啊 不是 我演阿姨 我演谁 志盈 志盈 他小时候看到我就是 哎呀 你就是男性第一志盈啊 哎呀 这个小手 真是嘟嘟的 乖乖 连丝 连丝 你妈真连丝 这个小时候 有点像王婆是吧 小时候 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不怎么长了 而且人慢慢瘦下来了 然后他又有一次又看到我 他就说 阿姨还在里面告诉我 对 还割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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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怎么苏的啦 小胖子子是斗吃的人 小胖子子是南京夸人的话 你怎么会死啊 这会儿是多大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15岁 那时候我有意识的 我知道那个阿姨 15岁开始有意识了 有意识了 然后 然后吧 我就特别讨厌这个阿姨 大哥 大哥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 就是学表演的在校生 然后是成绩特别差的那种 我都没听明白 他说的什么呀 你知道吗 你是问他说的什么 还是他说的什么 没有 我给你买张票 你去加拿大吧 好不好 然后让他去找你 我们的时间又清明了 而且你上来的时候 我当时小心动了一下 我不喜欢比我还瘦的人 你知道吗 我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好像就才8斤不到嘛 然后我妈都 那也很重 我妈自然生都生不出来了 就是你14斤 对 你妈妈有没有难产啊 我妈当时很顺利啊 我觉得应该上报纸的是你妈 不是你 那 我觉得她有点假 可以求助 我求助 我求助 这题我求助 好 求助是吧 来 果儿 你一直说你上过报纸 对不对 那当时报道那篇报道的记者 叫什么名字 啊 记者 当时好像没写 那个时候的报纸好像 就是很简陋 哪个时候的报纸上 都会写记者通讯员的名字 还有那个时候的报纸比较简陋 60年前的报纸上 都写记者的名字 我是没什么印象的 反正我就记得标题 南京军区总院诞生 南京第一巨英 有多大篇幅那篇报道 假如说上面一半嘛 上面的一半 再一半 你就说四分之一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四分之一 你也是 他十五岁还有之一 一半 再一半 我的观点是他挺假的 也是假的 江老师 你从小到大 因为体型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吧 对 所以你挑出五张你记忆深刻的照片 比如说两岁的时候什么样 五岁的时候什么样 七岁的时候什么样 你来说 两岁的时候很胖 五岁的时候也很胖 七岁的时候好像稍微瘦下来了 就初二 初三左右的时候 大哥 我让你描述的是照片 你给我清晰地说出 第一张照片几岁什么样子 第二张照片几岁什么样子 来 两岁的时候蛮胖的 五岁的时候也蛮胖的 说照片的内容 内容 小时候的照片我真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 照片有什么不记得的 你真行 你想你连这阿姨两次磕瓜子 都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 她就住在我家对门啊 你记得破案就破案 这阿姨身上了 我觉得她应该是假的 太折磨她了 对 因为其实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照片 她连自己真实的照片 都不愿意讲出来 是因为她不知道 讲的那个照片 是不是像真的巨婴一样 长大那个过程 万一说的哪有偏差 被我们抓着漏洞 就容易丢分了嘛 另外呢 其实她有一个挺经典的特点 她的笑是不完整的 孟爷爷说 我觉得上报纸的应该是你妈 因为生十四军很顺利嘛 她当时有一个很压抑的笑容 嘴是直撇到一半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挺好玩的 如果是心态轻松的话 应该笑得比较自然 我觉得讲不通 这是我的判断 好 两位老师都说她是假的 你可以选择了 来 好 我也觉得你是假的 来 来吧 看看这次磕瓜子的阿姨 有什么话要讲 是真的吗 小蓝 酥 曲奇 完美搭配丝滑巧克力 双重感觉 双重享受 真巧 好吃的不得了 真巧匠心曲奇 每次胶原蛋白影 超小分子8000毫克 肌肤昙滑水润光泽 每次胶原蛋白影 每天8000 每次天仙 Mari Shine 每次 恭喜你答对了 那你出张手多重啊 四斤七两 四斤七两 零头 我想知道我们导演组 为什么找他来 需要才有反差的效果 对 这可能是 这也是他们的 工作安排 谢谢您了 小伙子 谢谢郭 还能长得啊 替我问你阿姨好啊 还有哪一个 1号 我让女人不再痛 来吧 贵姓啊 先生 我免贵姓郭 哦 粉尖啊 对 郭老师 我说你长得这么英俊 郭老师 我能先说一句话吗 你说 小天叔 我真的很爱你 如果等一下发生什么事 请问不要怪我 我真的很想回家 等一下 什么乐趣发生 你这句话是跟谁说的 对 跟我老婆说的 哦 我老婆在电视机外面 我在电视机外面 你在电视机的里面 对 你是担心在这个舞台上 出现什么情况 你老婆不开心是吧 对 来吧 来自哪里啊 我来自福州 如果你有看报道 我就是传说中的 护女之友 痛经博士 女人都需要我 哦 来 聊聊你们这男言之隐吧 你说的痛就是 就是 是的 痛经 哦 那你是中医 没有 我的本专业是分析化学 我拿的分析化学博士 但我研究的是人体的一个 生物店的一个网络体系 所以说刚好我当时的情况下 是我一个师妹 她在实验过程中 她突然间痛经得很严重 那用我的理论马上就让她不痛了 她非常的感动 你的理论 对 光凭理论可能差 是吧 对 我有带来这个 你来不舒服 我拿个书念两天 她不管用 而且这个事的地方 又很简单 就在脚踝处 而且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是 对 痛不欲伤 女孩子用完以后呢 她的皮毛会比较有关 皮毛啊 什么 皮肤和毛发比较有关折 你来来给水塔治病的是吧 哎 那可以长头发吗 皮毛 对 她不仅是长头发的 整个都 那老孟你来吧 她们好像是啊 而且这位置很方便的 她用的那词让我想起什么皮革市场的 皮毛 皮毛会怎么怎么样 我做动物实验做多了 啊 动物实验做多了 你别小看这皮毛很光泽 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的 看起来很漂亮 好 我是 我是 去吧 来 快来 那老婆真的我很爱你 爱你会怎样嘛 就是说 其实很简单的 关你老婆什么事 等一下你先说关你老婆什么事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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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会不会做完我再出去 没有人要我 啊 不要紧的 有的是人要你 四个 四个脚踝之后 还四个点 来 四个脚踝的这个点 一般来讲呢 痛经的妇女呢 会有着毛病的时候 这个一按会 我还好耶 叫得挺厉害 每天晚上 我这是可以给你 你可以 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 我按它 它会保证你的身体的 那个电纳机排得 会非常干净 你给它这什么东西啊 哦 郭老师 我这个也要给你 这个就涂在这个脚踝处 有些男孩子 在这个地方会疼得好厉害 你弄完了之后的福利是什么 对啊 特别有精神 然后睡得会特别香 因为它本来就提脾胃之气的 这个 这里面是些什么材质 这不是乳液吗 对 就很普通的一个按摩 按摩助剂 但里面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我不能讲 这个东西是您自己调配的吧 自我调配的 在市场上有卖了吗现在 因为我们单位 把这个件事 交给一个公司去做的 应该是有 快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孟老师 快去 来 你心里 你得说几个专业名词出来 就说得我听不懂呀 如果专业名词的话 第一个呢 我想英文也可以 那第二个呢 像几个学位常用的 十三英交一个 如果腰酸的话 可以用到英零拳 就在这个角的这个地方 还是跟颈骨相关的 在这个地方 腰酸的时候摁这儿 摁完这儿腰部看 那他脖子肩膀酸弄哪儿 如果脖子不肩膀酸 就看了 有的是因为肺的不行 你也不问我 你摁完之后怎么着 你就走了 都顿目了 都快了 还有一个 如果是经常抽烟的人 可以按照使哲学 那你老婆本来痛不痛心啊 我老婆 我老婆她不痛 但是她平时呢 跟你在一起都痛了 不是 因为我平时要给 好多的那个妇女同胞 按完以后就特别累 然后回去的时候 就没给老婆了 所以说我在此说老婆 真的对不起 我以后今天给你按 你现在有没有把你的这个发现 把它投入到什么应用啊 或者产生什么效益啊 因为我主要是技术人员 这些都是单位去做的 唯一获得就是 很多女人都很需要我 但是我这也是最头疼的事情 好了 你觉得需要的 这个比例很大吗 很大 因为我后面才知道 很多痛心的女孩子 她痛的时候是 捂在被子里面那边哭 也没办法下船的 老郭我跟你说 这事儿 我还真就碰到一次 那是十多年前 我们在外边办公 在楼下吃饭 突然听到空通一声响 然后听有个女孩说 哎呦 那谁谁谁不行了 对 有人说不行 这小姑娘怎么就不行了 赶紧跑上去看 我这一辈子见过人脸 最白的就那一次 对 我看那个脸色 墙什么颜色 那脸什么颜色 那汗真是叫 黄豆那么大的 就一个姑娘就在办公室 地上打滚 哎呦 那个小伙子都出去拍片去了 留在办公室的 都是几个姑娘 还有我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你故意安排了吧 早就打点了 我得把它弄出去 好 长话短说吧 把它弄上车了 拖到医院 最近的一家医院 跑上去 那个抢救室还在 我还记得那个铁路 铁道医学院 上二楼 我看那几个人 我说来帮个忙啊 那些 哎呦 有两个护士帮我 把那姑娘一起抬上去 好 我在那儿 最有意思的时候 人进去了 上那个去抢救吗 我说我先回去了 单位还得留个人 家属请留步 一个老太太是吧 你别走 我说我没事 什么你就没事了 我说他家里马上来 什么他就 你别走 好 我一看 哪我当肇事者 是不是 这个病不传染啊 没有事看老孟 号出个汗什么的 来吧 请选择吧 姑娘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好 我们来问一下博士 是真的吗 恭喜你 我是真的 大屏幕 男博士 因小师妹痛经功课 痛经难题 哦 学校挂横幅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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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痛经店 是属于世界难题吗 很难 到现在只能吃那个分笔的 剩下就生孩子 哦 生孩子就好了是吧 生孩子几率也一半 但是这个 是不是生一个巨婴 就会好得更快 好吧 谢谢博士吧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普吉岛又成功了 等加拿大那哥们回来 这两个人可以去了 也未必 就可以三个人一起 他从那边还带一个回来呢 啊 他还 啊 还要再去吗 继续 继续 去掉两个 我不要那个台球皇帝听我的 分手那个你还要吗 什么 我是分手公司业务员是吧 我觉得他长得超像我一个朋友 留一个 留着 留着 我留三位男士 留三位男士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对 男的快来见我 快来见我 有需要 有需要 哪个先来 那选个最丑的先吧 那7号 先从7号 选个最丑的 最丑的 7号都蹲下了 你别着急 我给你找那博士去 对不起 对不起 免贵姓王 王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春城昆明 这个做什么工作呢 还是个学生 跳牙20次 只为精彩一瞬 是跟拍照有关系 还是跟感情有关系 跟拍照有关系 说来听听 这是去年10月份的事 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念大学 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个夜黑风高 伸手不见黑夜的无耻的晚上 你要杀谁啊 黑夜的无耻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邮件 然后邮件的大致内容就是告诉我 我可能要暂时就结束 这四年的美国时关 美国哪一个城市 在芝加哥 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挺不知所措的 然后蛮大打击的对我 所以这迫使我做出了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什么 我决定我要一个人开车 去我最想去的美国西部大峡谷 当时我一个人差不多就开车 开了3500公里吧 横穿了五个周 最后就到达了大峡谷那个区域 我当时就走着走着 就在悬崖边走嘛 然后就突然发现前面 有一个U型的小峡谷 很高那个悬崖 我当时不知道有多高 然后后来我回家查了一下 那个地方也差不多有 就是305米 1.5到2米左右那么宽 然后我当时就很激动嘛 我跳过去了 我跳过去之后 但是我就想 就我那么牛的一个瞬间 都没人帮我 就定格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 就什么人都没有 就是一个早上7点钟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把这个 这一幕给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把三脚架支好了 我就设好了 10秒的倒计时自拍 所以我就又跳了一次 然后我就赶快回来 看那个拍摄的结果 然后我就发现 什么都没拍到 不是一个人去的 是一个人去的 那怎么还有你妹呢 就得自己幻想一下 然后我就纳闷了 就是我怎么就拍不出 一张那么牛的照片 所以我就一直就一直 你不知道 有连拍这功能吗 对不对 我先给你喝点药吧 然后我就一直来 来回于这个峡谷之间 就是想捕捉到 就是正好在空中的 那么一张照片 我帮你问一下啊 别的我都插不上嘴 你用的什么相机 我用的是佳能 5D2 你设置的是 我设置的是10秒倒计时 然后他只拍一张 那你为什么不设连拍啊 如果要连拍 就是需要我妹再当按 要按一下 对对对 好像是这样的 对 所以就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哥们挺好玩的 那你一个人就去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对对对 你本来也没打算跳 对对对 就是Into the Wild 全是欢迎就欢迎 那你本来想去干嘛 啊 就是你本来你想干嘛呢 我本来是去拍日出的 因为昨天7点钟没有人 然后我就走了走了 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个峡谷 拍日出要走了那边去拍吗 很好看 大峡谷嘛 对啊 很壮丽的景象嘛 他女朋友跑了去加拿大的 他一个人 听说他女朋友在加拿大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哎 是国内刚去的 所以说你们两个 其实也挺合适的 凑合着过吧 我看您挺适合跳峡谷的 为什么 你这个近矿比较适合 我问一下 你说你那个是1点 就直径1.5米 就我怕你这体格1米5跳不过去 姑娘 你太傻了 1米5 你都能跳过去 1米5不知道多长啊 只要你豁得出去 你知道1米5有多宽吗 从这开始 1米5大约就差不多这么远 你跳不过来吗 你跳过试试 大家都爱看这个 你跳一下 那我跳过来 我跳过来 我跳过来就怎么办 我跳 我闪开 你往这儿跳最多 你闪开 你得真的接着我才能跳 我接着你啊 当然啊 这太便宜了吧 我还觉得我亏呢 就到这儿 跳到这儿就成功了 你知道这难度不在于有多宽 而是她有深度 我就是在启发这傻丫头 有一种那个训练 拓展训练 你知道吧 我参加过 有一个跳个断桥一样的 这么宽 这么窄的一个小木板 老太太都跨得过去 就那么1米 但是三层楼这么高 在我前面 我们单位一个快大姐 50多岁 哗哗哗哗走过1米啊 哗哗过去了 然后剩下我们一帮老爷们 绑着安全带呢 最长的一个小时没下来 所以不在于她多远 你知道吗 你恐不恐高吗 啊 我说她恐不恐高 不恐高啊 你要干嘛 我说她 她呀 她问你恐高不恐高 我还好 那你目前有对象吗 就 问你有对象吗 我问你 问我啊 问老婆啊 问她问我啊 快说 都说 怎么着姑娘 你觉得我怎么样 挺好的 你打算怎样 打算帮帮帮我吗 我 想 这孩子不错 挺好 不知道你帮着介绍 那帮什么事啊 帮我问问啊 好好好 你是真的吗 你可以判断了 你不可以骗她 你骗她伤害了 我们三个人的感觉 我已经被一个男人伤过了 我们三个人的感觉 我说真话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能一起去释放吗 有一瓶药给你 哎 释放没问题 快 来来来 来 你想想啊 在这一轮三道题 还有一次求助机会 哎呀 我觉得我们刚刚问太多 都问跑题了 一直我觉得就没在题上 在题上有什么意思 哎呀 我求助 我求助 好 一只蜜蜂 酿一千个蜜 要飞行三十万公里 瞬息一百万朵花 懂得她的坚持 就容不下半点杂志 米椒盐 灵添加百分百圆密 滚 我觉得哥们你真的太酷了 你是在用生命耍酷 是不是 没有 我就觉得生命 就在于冲动 生命就在于经历吧 就是青春嘛 就应该去流乱我觉得 嗯 那你成功的最满意的那张照片 嗯 那个姿势是什么样的 嗯 姿势就是 对 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你确定吗 绝对说着话了 你妹 这也被您发现了 那么你在进行这个危险动作之前 有没有想过要给爸爸妈妈 或者是妹妹打个电话 哪有年轻人玩这种东西 跟爹妈打一电话 就是跟他说 爸 我要跳圆牙 你觉得可以吗 那这样也太没有责任心了呀 没有 没有 就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想太多的话 你就跳不过去了 这个算是你人生当中 最疯狂的一次经历吗 我干过其他 也干过其他疯狂的事情 来 出来听听 就在澳洲的时候吧 就跟青年旅社里面 认识的一些朋友 从一个12米高的瀑布上 往下跳 还有在美国 就跟我美国一些朋友 就路过一个桥 发现底下就是水很清 我们就停下车 就往桥上往下跳 这就是一个惯犯 有没有可能 你一下跳下去的时候 发现水只有这么浅 这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之前会 就是我也爱惜我的生命吧 他会让其他的同学先跳 对对对对 现在这人没朋友了 一个人去到下谷了 对 你要真爱惜你的生命 你就回头给自己上份吧 你太危险 真的 你太危险了 要受益人鞋 我们几个就好了 是吗 好了 我可以判断了 它是真的 它真的是真的 江老师 你在芝加哥上了什么学校 在伊利诺伊州里 然后你刚才曾经提到过 那个大峡谷 在亚历桑塔州对吗 然后你用英语说一下 这个州的名字 Arizona 好 你的三脚架 当时架在你的身体的 左边还是右边 前边后边 就比如说我从这边跳到那边 对吧 三脚架在那里 在那里对吧 对 这个位置 好 真的吧 没有什么 他真的是真的 他要不是真的 我跳亚拳 他说话的那股劲儿 特别像干这种事的人 是的 差不多 好 我可以做选择了 真的 来 我们来问一下7号 这个事是你干的吗 恭喜你答对了 我是真的 看大屏幕 最惊心动魄的一跳 哇 好帅 挺刺激的吧 你如果和他交朋友 他会带着你跳遍所有的山牙 终有一天能把你跳下去 会成功的 好吧 谢谢你小伙子 谢谢 注意安全啊 我是不是浪费了一个机会啊 是不是这要题特别明显 他不告诉你了吗 你说不留着 所以要用了 那接下来他们两位 你先问哪一个 打一个帅一点的 没有 我觉得这个太划头了 他好像对那个8号 一来就有 很有意见 你是不是加拿大刚回来的 他都恨死你了啊 你看 还这样 那么先来2号好吗 好 2号 我在太岁头上动图 这是你的宝贝是吧 对对 好记得 贵姓啊 免贵姓王 王先生来自哪里 都是一个秀 浙江杭州 做什么工作啊 我是一名大师的学生 好 这是您在哪发现的呀 这个太岁是我三天前 刚从那个秦皇党收过来的 多少钱买的呀 这个买过来花了3万块钱 你好有钱啊 没有 你打算怎么吃的呀 不 其实我是做这方面生意的 做这个收藏 然后就买过来以后 我也会转手给他卖出去 他卖出去啊 对对对对 两千块钱卖过了 你看不少给 嗯 聊聊吧 其实我不让你了解 这太岁是 是蛮难得的 就是吧 那介绍一下好了 太岁的话 他又称肉灵芝 在古代的话 一直传说那个秦始皇 他派那个徐福 去寻找的长生不老制药 就是这个太岁 然后李时珍呢 我们一定要在那个 《本草纲目》中记载 他为那个肉灵芝 现在我们认为 他就是科学认为 他是一种非植物 非动物 非菌类的第四种生命形态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看一下吗 来 过来摸一下 来 就三天前刚摘的 刚买来了 那他就是怎么保鲜呢 就他还蛮湿润 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他本身是活的嘛 他活的现在 他是活的 挖出来就是这样的 他说什么了 你是他摘的吗 当心他咬你啊 哎 这不是一个 可以 我想掰一块 偷偷掰一块 不可以啊 回去吧 那那那你是 你现在还在叫学生 对对对 然后你已经开始做 做这份生意了 你做多久了 这要从五年前说起来 那时候我还只有高二 那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 关于太岁的报道以后 我就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 就在网络上寻找这个太岁 以及共同喜欢太岁的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就收了一部分的太岁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我们转手了一部分的太岁之后 赚了一些钱 但是觉得太岁除了 作为你一个爱好以外 它还可以赚钱 那我就在全国各地 就是在收购这个太岁 在民间传说中很多老百姓 很忌讳这个东西 对 比如说冲创了太岁 会有什么家门不幸 如何如何的 你既然研究这个 你有这方面的忌讳没有 其实我没有 因为您说的那东西 是因为太岁 在古代它是那个木星的别称 木星每12年让那个太阳一周 然后相对应的在地底上 就会出现一个肉糊糊的东西 就是这个太岁 所以说古代人造新建土木的话 就会避开这个太岁的方位 认为如果说挖到太岁的话 就是 不顺利 对 这是不顺利的 要招之祸 那你有没有碰到过 什么倒霉的事 没有这么问人的姑娘啊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 运气都很好 不着急 有的是机会 这个东西除了玩收藏之外 它还有没有什么用途 有有有 太岁的话它除了收藏以外 就是说它的药用价值 我们就赢古代的一些书吧 就比方说《本草纲目》啊 《山海经》啊 还有那个《神农本草经》 里面就有记载这个太岁 认为它是可以补气 增治 除百病的 其实因为太岁本身到现在为止 也依旧是个很神秘的东西 我们现在认为它就是 具有一定的那个抗癌跟抗衰老的作用 但是很多的 很多的功效 都还在研究当中 那就是你刚 听上去郭老师对这个是有点一样的 有点研究的 你让郭老师替你问我 我知道了都问完了 啊 你可以选择 我帮你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好 我唯一有一个怀疑就是 这太少见了这个东西 你要是就 这跟收藏牛黄果宝的道理是一样 牛黄你知道吧 牛黄我知道 你哪知道哪一头牛 它有胆结石 然后 就指着这个挣钱太奇怪了 太不容易了 就是那些 因为有一些人也在说我 太岁很欣赏 你找得到嘛 但是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所说 我五年前就玩这个 我玩这个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要拿它赚多少钱 这个我们相信 对吧 我们只是说 这东西一年能找了这么多 很少 很奇怪的 太岁 有一个两个 有一个两个还了不得呢 不一定 因为太岁全国各地都有发现 因为我这么多年来 也是有一些 共同那个喜欢太岁的朋友 也就是说哪个地方发现太岁 它在小范围一定有一个轰动 一个轰动以后 我们就会出去买 但我问你啊 就你怎么去鉴别 这个东西真假 你首先得确认 它就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 随后你才进行一系列的排组 比方说 是不是用橡胶啊 硅胶啊 第二个就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南方比较常见的 这种微生物的复合体 真的 来吧 请选择 我相信你是真的 我看你很诚恳很诚实 他认为你很诚实 你有女朋友了吗 不好做吧 那怕什么呢 那就是有嘛 哎呀 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好吧 来告诉我们 这太岁是真的吗 恭喜你答对了 是真的 开大屏幕 太岁头上绝经 萧山90后身家百万 温州的大学生 我打听个事 温州火车站那三个字 什么眼色的 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如果这三年他都没换的话 应该是黄色的 金黄色的 哎 全上当有 有一期节目里边 我们聊到这三个字 我们认为是一面红的 一面蓝的 今天知道了 还是你厉害 好 留下你的东西回去吧 好 谢谢你 好 恭喜你 还是最后一个了 还有一个你最讨厌的人是吧 你最讨厌的这些人 你要把他答对了 大奖拿走 我是觉得啊 大哥 你先讲一讲 从一上来比他这边 明天我妈生日 我想 我还没买礼物 我想送他这个礼物 带我妈去欧洲哟 你送你妈上加拿大得了 找女去 找女去 来 贵姓 免贵姓张 张先生来自哪里 上海 上海牛 来自上海 不会真的是我朋友吧 你男朋友长相 你还想得起来吗 不是 我男朋友 我说像我一个朋友 像你这个朋友 做什么工作呀 大家好 我是世纪分手速递 001号业务员 我叫张静玄 来 请选择 不带这么快的呀 你要慢一点了 好 来 你知道问什么吗 什么世纪分手 就是我们是一个 世纪分手速递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我可以现场给你模拟一下 你先问嘛 你问一下 你们公司的业务是什么 对 是什么 好 那我一样 我给你模拟一下好了 让你有个了解 好 这是你的一个新客户 他要和他的男朋友分手 没有 我要和好 要和好 但是男朋友不答应 男朋友给你钱了 分手 好 出于对您的尊重 余先生让我向你转述以下语言 录 我想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尽头 我们想尽各种方法 仍然不能在一起 那我们分手吧 原谅我不能亲自在你的面前 和你说再见 余强 以上言论引发的一切后果 跟我们公司盖部负责 我们只是客观地 传达客户的信息 谢谢 好 就没了 这也能赚钱 对 好 请交费 多钱 多钱 交费拍男朋友已经给过了 给过了 给过了 你拿那手机是见证一下是吧 算是一个证据 因为要拍到他的反应 不然的话 我的客户不知道 我有没有带到这个话 那他自己会跟我说啊 废话 他在加拿大呢 他自己 他自己要跟他说 这公司靠什么挣钱 对啊 他出国了 这公司就应该挣不到钱嘛 他挣完钱了 挣那边的钱啊 业务很好啊 这个公司 对啊 你们是按业务 就是按那个业绩提成的呢 还是说顶薪啊 按业绩提成来算的 就是说你就是到处 我们跟别人分手呗 然后就分手越多 你赚的越多呗 其实你真的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 不是离婚率很高吗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分手的比离婚的还要高 因为谈恋爱的首先 就比结婚的还要多啊 大家都知道 不用你说啊 那你知道吗 每天 这姑娘说别的事都还好 她说这个有点激动 对 事不关心无所谓 到她这儿了 每天中国的话分手率 是每天中国的分手率 是无外多人 我知道不用你说 对 我才分手 然后呢 你那不叫分手 叫失踪 我们可以自己分呀 干嘛要麻烦第三者 还要付钱 那多少钱 多少钱 500一次 也行啊 那一般要传递多少次 才有效果 一次 一次 啊 第二次会被打 如果说你加几的话 再加500 加几 你知道吗 加几 我帮你问一下 有没有当面客户修辱你们的 有 小姐你好爬呀 有很多这种现象 因为以前的话 我并不是001号业务员 001的话就是钱算 你以前是007 后来没想过 我是001殉职了是吧 原来的001被人打死了 他工伤受伤了骨折在医院 哎呀 你们这单位得保险呢这个 我冒昧地问一下 先生您的左手有伤 是为了什么 就不小心是也是一样事实 被客户打伤 是摔伤 人家追的是你自己跑摔伤了 因为有 因为我有去就是一个业务 一进去就看到 哇四个大老爷们很粗犷的那种 然后还有刺青这些东西 然后我一进去 他们在打麻将 我就觉得气氛很压抑 有花儿 对 我吓一跳 满身的海鲜 然后她就恶狠狠地瞪着我 她意思就是告诉我 你谁啊 干什么的 然后我只好就是跟她说 我是分手速递公司的 然后她的这位女士 拜托我过来跟她说句话 她说那你说啊 然后因为那个女孩 写的东西也比较过火 就比如说什么 你这个孙子啊 老娘不干了 怎样怎样的 我就只好赶快 快快快赶快读完 读完以后拔腿就跑 但是我这样跑的过程中 我就听到后面有掀桌子 然后就骂我说 让我赶快给我回来 什么什么的 那东短西短的 然后我没有点注意好 然后就摔倒了 不要再说这些细节 我不想听 那你们公司 有给你们上保险吗 没有 那你干嘛还在这干啊 多少钱一个月吗 我一个月的话 能做12单左右的话 大概有五六千 老板不要钱 这500都是你的 老板的话就是 一单500块 对 你一个月能做12单 对 一个月啊 不是一天 有一天老板娘给你一个单子 去给你老板念一下 那一副线 这是那副员工线 干到头了 一天12单太可怕了 那就是你干这个一年 那你之前在干嘛 我毕业学生啊 专业学的是什么呀 专业学的是工商管理 可见上大学有用处 哎 那你有女朋友吗 就是说你跟你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老板替着念的 我跟我女朋友分手 是在做这个之前 你跟你前女友是谁抛弃谁 她甩我 为什么 她对哪里不满意 太 因为当时 哦 我跟你讲 你应该啊精神上啊 哎 你让我进这里看了一下可以吗 来 过来 我可以宣传一下我们公司吗 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 往这边站 因为我知道非常了得很火嘛 上面有具体的资费 然后不打折不二架 你确定你不是化妆师吗 我不是化妆师啊 你能不能就是真诚地看着我 然后跟我说你是真的 你好 我是世纪分手苏帝001号 我叫张静玄 怎么样 我觉得她上去是勾引这小伙子 没 我有答案了 这样怎么样 我跟你说 如果我好不容易就是猜对了五个人 如果我就拜在你手上 你什么感想 她很开心啊 哎 我就 那带我妈去参加 那带我都识过油了 你什么感想 你这些何人 你要知道这个 我是分手速递的业务员张静玄 001号 你要知道她这次讲对她很重要 这个节目也很大 我今天最主要的原因来 就是宣传我们公司的 希望我们公司能蒸蒸日上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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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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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我跟你说 我就是一开始我就从头到尾 我就没觉得你是真的 我觉得你是假的 但是刚才我上去 就跟你说了那么一番话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你是真的 我就觉得你想暗示我 你是真的 就是我想觉得你真的 但是万一 她在说什么啊 她在说什么啊 大姐 我真没听清楚 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你是真的 好 那去吧 来吧 给点掌声鼓励一下 哎 你怎么又不敢看我了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你就当真的就好了 好了 算了 死就死吧 好 哦 选完了是吧 来 选完了 真的 来 说话 广告之后再回来 广 广告回来了 好 回来了回来了 对不起 我是假的 好吧 这个太太刺激了 在哪儿不好出错啊 最后一题 来告诉我们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美食节目主持人 好吧 我也不关心是什么了 你走吧 拜拜 我不想再看见你 好吧 谢谢了 你们两个原生断了 他是被伤透了 新来到这儿了 然后又 哎呦呦呦呦 都哭了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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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不 不 不 还有一次机会 我跟老郭里边还是选一题 现在心痛了吗 心痛了是吧 来 你 你 我自己有 我自己也有啊 真哭了 对啊 哎呦 你这事闹的啊 没事 玩吧 这就是玩吧 没事 没事 回来我们俩带你上欧洲食果 好吗 你觉得好吗 你说的 好 我们会卖个好价钱的 来吧 我选你吧 他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 你是吧 嗯 谁说的 这是 兄弟啊 孟老师身后出现一行字 写着是 我相过亲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一出来之后 现场观众那么大动静 他们认为你这样的 不可能相过亲 你是正儿八经相亲 是啊 就不是录节目 也不是就随便出去见个女孩 还是什么的 我 我本人 我也年轻过 我不是生来就这么大的 那你是不是就以前 就头发太少 然后那时候也多 就没有人喜欢你 孟老师原来也有过 长头发梳小辫子的时候 对 你看过那照片吗 一头绣发 那为什么你自己卖不出去 怎么办 就为什么要不落到去相亲 是因为她女朋友 去加拿大没回来 20年前 啊 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 我觉得30多吧 那你觉得我多大 50多了 没有你18 哎呀 谁谁 18没有了 我都19了 哎呦 20年前啊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20左右吧 那你家里太急了吧 是啊 那个时候是屌丝 赶紧去找呗 多少次 两次 哎 完了 我听说那个 就是孟老师 要是一说假话 就会脸红 然后结发什么之类的 他刚刚二 两次 那你跟我形容一下 那两个女孩长啥样 都不好看 就说她们那个第一个 大概外貌 然后气质 性格 什么身高 三维 你听我说 她随便给你编一个 你也并不是人家 就是 我说她体型跟你差不多 你姓吗 对啊 你模拟一下吧 假装就我来跟你这样做 哎 这是 我是你们的双方父母好吗 我是女方的父亲好吗 好好 来 来 这个小伙子叫小孟 哦 是这儿有名的文艺青年 哦 你们聊一聊吧 这个模拟不了 要是我当年 就是在我还是一个 屌丝青年的时候 如果有人给我介绍她的话 当时就酥了 就得出事 那假装 假装我是她妈 我介绍她 对对对 不许你这样老过便宜 这可以说你吧 你们正在谈情说爱的时候 别打扰啊 你得大概给我形容一下 当时的场合氛围啊什么 那个时候 我在印刷厂当工人 你在印刷厂当工人 对对对 她原来是印钞票的 哦 那个时候自己条件也不好 然后原来就介绍了 在哪儿见的面子 现场观众也知道 长江路那个图书馆 那男性图书馆在那儿 装嘛 又不看书 都看莲花画 还要到图书馆跟人见面 还同一天见了两个 三层一个 四层一个 你跟第二个见面 就是当初隔了多久 同一年 怎么那么急啊那一年 那后来为什么不相了呢 我在印刷厂当硬报纸 下班也没别的事干 除了打麻将就 那你是相完这两个之外 为什么就停了呢 你怎么没有继续相 第19个20个 警方介入了 谁都瞧不上谁呗 他们嫌我穷 就对相亲失望了呗 那你干嘛还主持相亲节目啊 那是后来的事了 后来我混好了吗 那你在图书馆 就这么高雅 就是安静文艺的地方 就是你跟人家女孩说什么呢 谈一谈那个文学艺术啊什么的 对 你那个时候会谈文学艺术 你不是说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谈点什么 合适的事情 我不知道呀 我就问你啊 你说实话 你现在问我聊了什么 真不记得 你想20年 你想想你跟你第一个男朋友 那什么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你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啊 详细说一说 那干嘛告诉你嘛 那另外那次在哪呢 第二次是看电影 是你们两AH呢 还是你买单呢 那个时候是由这个 介绍的厂里边的一个同事 他把电影票买好了 然后约那姑娘去看电影 哇塞 还有这么好的事 一张电影票 就把你腐蚀了就啊 那个时候的一张电影票 大概也就5块钱左右 还是当时比较高档的 那算贵的了 叫影视百花园 大家知道吗 南京人 是那种当时所谓的小厅吗 还不是小厅 还不是啦 就是前面有那个沙发 说说沙发 那个就高档的了 最高档的10块 雅座 再有一个什么爆米花什么的 看上电影 得花十好几块钱 这还没成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 挣300不到 就看两次电影 这一个月就没法活了 了不得了啊 那你跟你现在老婆怎么认识的 什么叫现在的老婆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 孟太 孟太 同学 同学 应该是真的吧 差不多了吧 选呢 真的吧 那这个让我怎么说 我们很希望你这是真的 我觉得我们每次在干这事的时候 江振宇也在盯着我们看 你是在看吗 对 这样啊 反正他已经选了 你问问江老师 来 转回来 真的假的 来 告诉我男人都会怎么骗我的 什么话你这叫 我自己猜应该是真的吧 因为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之前孟老师心软 一向怜香惜玉 第二呢就是说 你很羡慕 是吧 有些细节记不清就不说了 但是呢 有些细节就会主动地加出来 比如说什么影视百花园 我记得 还有什么沙发呀 还有比较符合一个 现在随便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 的表述习惯 果儿觉得呢 假的吧 有 因为你看啊 我觉得孟老师刚才就是借助 南京本地人民群众的力量 然后把一些自己 其实对南京很熟悉的一些 生活场景套用进来 其实就是想 孟老师没有这么高的智商 都聪明绝顶了 这智商可高着呢 江振宇 江振宇你又耿直了 我意思就是孟老师其实很朴实 不会这么骗人的 对啊 对啊 可能是出于这个 可能是出于这个 对 好了 好了 来孟老师 你这句话决定着孩子生死 答着其他再不想 万一我还错了 你应该有什么表示吧 你带他走 就是你要再答错了 你要我怎样 你先说 你觉得你应该怎样吗 你觉得希望怎样吗 对啊 你看过台湾那电视剧吧 男主人公都喜欢说一句 你想怎样 那你想怎样嘛 那就是啊 我想怎样取决于你要怎样啊 那就你带我还我妈 我们三个人去澳洲持过游 我觉得把老国带上我比较安全 好 这样吧 其实姑娘说实话 我真的是挺想帮你的 你是哪儿的人呢 广州 那下次我又到广州有什么事 我请你吃饭好吗 哎呀 完了 我这一辈子没想过清 好棒 你害了给孩子了 好吧 你们两个老骗子 说好了帮我的 对啊 是 我刚才说的那样 你看 他们连果儿都发现 那你干嘛要跟我说这些 他 他 江振宇 不是 他是你选择后说的 对啊 就是这是我采用的一个 郁阳仙逸的手法嘛 我刚才说 我纯粹就是相信你个人 我才相信你会见我 我对不住你的 好吧 我对不住你的 你常在上海是吧 我马上上海演出 请你听向上 你愿意吗 多好呀 你看 你看那这边 一场向上答应了 然后老孟还答应你来南京 请你吃饭呢 我叫广州 你男人说话都不算数啊 那当然不算数啊 哎 你要我们签字画压手艺是吧 他现在关键是 不相信别人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算没错了 你得给我列个字句 好吧好吧啊 再见吧 好 拜拜 我们会想你的 有请下一位选手 孟儿好 顾老二好 你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刘艾艾 来自北京 是一名专职的店主 希望四位老师 和在场的观众 可以帮我一下 好 但愿 因为我是一个 我们帮了不少人了 特别简单的人 你比前面那个还简单吗 应该是吧 我也刚被抛弃 谢谢 是委托上海那个什么公司吗 爱打的公司是吧 001号业务员 不要紧了 还会有好的啊 慢慢来 先看看对面八个表述 选一个吧 先 一号吧 从小朋友入手 呀 这么可爱啊 你叫什么呀 宝贝 我的网名叫冰冰 叫什么呀 是梁 梁冰冰 不是 冰冰梁 不是 好 几岁了 七岁 你都七岁了 嗯 你个子好高哦 哪里人呢 重庆 重庆人啊 对呀 你会讲重庆话吗 会呀 你讲一个我听听 你把打招呼 讲一下 这是重庆话吗 表弟 你回头看那个 是 写的那个字你认识吗 我是超萌小模特 我妈 用重庆话说一遍 你这个 哎 好 别打招呼孩子了 她还是几十年前去的重庆了 来 好 这个姐就要和你聊天了 那现在上几年级呢 二年级 那平时什么时间会去做模特呢 放假的时候 就是寒假或者暑假是吗 还有星期六星期天 家长会跟你一起吗 就是爸爸还是妈妈会陪你 小姨和我一起去拍那个照 为什么小姨陪你 而不是爸爸或者妈妈呢 因为爸爸妈妈要做衣服 做什么衣服啊 做的是汉服 嗯 你给我当规律不好吗 不好 怎么不好啊 这个 我特别喜欢小孩 那平时就是拍一次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 所以你做模特要多少钱啊 不给钱呀 请我吃鸡腿 薯条 拍什么东西 就是小姨设计服装 然后呢 我妈妈就帮小姨做衣服 然后呢我就帮小姨拍 那你可以拍一个 对 姿势让我们看 拍照片要有动作啊 拍几个姿势我们看看好吗 好 下来了 一 哎 四这是 哎呦 四啊 哦 好 这是个数学家 那都是穿着汉服拍对吗 对 那这个衣服一般是谁给你整理 这个衣服是小姨给我整理 待会儿我们一定要看看小姨 长什么样 小姨没来 小姨来了 那你有追求吗 你看看 那你有你自己的粉丝吗 就是有没有小男孩 特别喜欢你什么 瞎说 那好吧 我觉得是 真的 小朋友会不会骗人呢 哎 牛鸣告诉我们你是真的吗 恭喜你 你答对了 我是真的 耶 太好了 小姨在哪里吗 好 我看看了 她就是小姨 对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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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是孟爷爷的 来来来 这是送给孟爷爷的吗 这个红色的是孟爷爷的 下面这个黑色的是四姨的 要是一个是孟爷爷的 要是红的是你的 黑的是我的 对 我演个师爷是吧 你演的是个太监 我以为是黄色 不是 红色的是新郎官的 红色是新郎官的 我谢谢你了啊 好 宝贝 再见 好 再见 好 恭喜你获得了港澳游的机会 好 赶紧找个男朋友去普及岛吗 好呀 没问题 好 来 再选两个 选二号 还有 五号吧 现在哪一个 先问这个二号 谢谢 我为曾高远赴神秘海岛 先生贵姓 勉贵姓刘 刘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沈阳 但我长期居住在丹麦 做什么工作啊 在工作说出来招人骂 您说说吧 做日本料理的 那不小心的啊 食品无罪 来 接着聊聊吧 这个你的神秘海岛是啥意思 我是09年6月份去的这个岛 然后这个岛吧 我在遥远的那个加勒比海上面 叫马提尼克岛 然后它这个岛就是生产一种矿石 稀有的一种矿石 然后水冲刷这个矿石以后 喝到人肚里边就能使人长高 那我没看出效果呀 它原来这么高啊 那个 吴老师 这鞋你看这鞋 一脚黑脚白还是 对对 脚子1米61 这脚子1米65 就是我之前是1米61 然后现在就是经过这三个月以后 有一条腿1米65了 对 一条 这条是1米65的 那看上去不是脖子吗 对啊 一高一眼 还得喝呢 就是让你一条腿一条腿长啊 不是不是 其实就是让你有个直观的效果 就是我以前是1米61 差不多这样 那你当你多高 然后现在就是1米65 我现在1米65 去的时候1米27 去的时候 那这个效果还不错 那那块最高的人大概多高 就是说大概男的 我一般都到那个 就是这个 到着胳膊那儿 对 谢谢 那你这也太夸张了 他们都摇摇 女的一般就是 我平时的话 正好到他们胸的那块 你看看 但是你不敢不敢经常瞅 因为他那边 一般这么大个女人 旁边都跟个比得更高的男人 所以 你别让人胡死啊 对 跟那个保佑似的 那你那个桌上那杯 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我那个 当时买的这个石头 就你别小小 这一块石头就是5千块钱 那过来的话喝一口 没有人立马能长高 就这一块石头 就5000块钱啊 欧元 5000欧元 我能喝吗 就是有点牙症 你要不 得多牙症啊 就挺牙症反正 怎么样 喝完就干 感觉咋着 光是光顾说话了 你晚上回家睡一觉 我就是天天晚上 晚上回家睡一觉 明天就回家睡一觉 晚上回家睡一觉第二天 就感觉不是 就是酸疼嘛 你起来就发现 那个裤子短了是吧 早起来 就是感觉一点一点长 我可以判断了 来吧 太好了 你这就判断了 那还怎么打 假的 来吧 告诉我们 你是真的吗 乐什么呀 这个哥们 他都笑了自己 你要说假的 我就破你脸上 你太简了 我是假的 好 谢谢 谢谢你啊 我喝完怎么觉得肚子痛 还问哪一位 5号 我在这呢 我在大漠捡猩猩猩 不姓 也贵姓王 名叫王冒真 王先生来自哪里啊 来自山东宾州 大漠捡猩猩 是怎么回事啊 在大漠里捡猩猩 就是捡天上掉下来的猩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陨石 那你拿的那是什么 这是金属探测仪啊 金属 陨石嘛 陨石 陨石不是分三种类型吗 其中有一种就叫铁陨石 就是用这个探测 那你平时的职业是什么 就是职业陨石猎人嘛 在大漠捡猩猩不是职业 这是职业吗 对 职业 捡来之后 这猩猩干嘛用啊 出售 这个做出售科研都可以嘛 你这样你捡完这东西 你就跟大伙说泡水和长个儿 那一定有好销路 那你捡完了的石头 是去卖了还是说去怎样 这个石头有很多用途的 也可以做科研 也可以卖这个具体的 对 我说是你 是捡完了你捡的石头 去用来干什么了 都有 捡这么小一块 大概能卖多少钱可以说吗 这个看陨石是什么陨石 比如我面前这一块吧 这一块就是石陨石 它的表面是黑色的是为啥呢 是因为它从太空来的时候 经过大气层的摩擦燃烧 所以表面就变成黑色的 这一块呢就是天陨石 又叫石天陨石 这个市场价格 大概在每克1000美元左右 我手里拿这块值多少钱 这个每克300吧 300块钱啊 这我在山西大同看见过 他们当地叫梅 那你大概是去哪个大漠一般 一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或者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那你总检呢 你把第二个沙漠再说一遍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是哪里 在什么地方 在新疆的稍微偏西北吧 在新疆的西北吗 西北啊 不 新疆在我们国家的西北 对 我问的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在沙漠在新疆的什么位置 在天山以南 阿尔泰山以北 你再说一遍 在天山以南 是吧 对 我告诉你 这个沙漠在天山以北 哇 哎呦 你要记住了 孟老师是在那上的初衷 你再好好想想 你听我说 我刚才是口误 我说的是天山以北 阿尔泰山以南 我说是口误 我这纯粹是口误 我让你再重复确定一下 你再说什么 在天山以北 阿尔泰山以南 新疆的西北 对 孟老师 其实他在新疆的 骗东北 骗西北啊 西北是阿拉山口那一带 你节目完了之后 去查一下地理 看看那个图 你就不是去一趟 现在去我们等你 孟老师 那我相信你 不 他万一是口误呢 对不对 江振宇还说 我没那个智商骗人 没有 没有 我记住他了 没有 我跟他没玩 我跟他没玩 不论了您的智商 那是高估了您的人品 越来越会说话 来 那我再问一下 你有老婆吗 我这种 我这每天在沙漠里 上哪里出老婆的呀 那这个个人问题 打算是不是找老婆呀 打算再干个一两年吧 好 我可以选了 假的 两位 老师 我觉得孟爷爷 其实帮他已经问到点子上了 其实没有什么事 但是我刚才说说 那说万一是口误呢 我绝对是口误 你不信现在再问我 我干嘛要上这儿当呀 我问你啊 我问你 这主持人叫什么你知道吗 张杨国 写着呢吗 写着呢 你以前看过他节目吗 没看过 是在大漠里来的 是在大漠里来的 没什么说的 真的就是假的 对于 我还是讲感觉吧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 它有两个点 有比较大的破绽 一个呢 是你讲那个石头干什么用 他反复说了三次出售或者科研 你这个点 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 其实是有明显的示弱 第二个破绽呢 就是在前面正式的问答过程中 他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 眉毛扬得很高 眼睛睁得很大 这样来应对你们的盘问 等到你一选 他整个的眉毛就全下来了 换句话讲 刚才那个形态 不是他的基线 是他的一个特有的 一个对抗性的状态 这种对抗 一般来讲都是假的 好 来 我们来问一下 来 我们来最后验证一下 你简讯这事是真的吗 恭喜你 答对了 我是假的 好吧 谢谢你 恭喜你 获得了普及道旅游的机会 本节目由艾莱姨时尚羽绒服 冠名播出 艾莱姨向时尚致敬 好 谢谢 玩得开心一点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今天挺好 对 我只是记住今天你一句话 江老师 你点评一下 我们智商的问题 和人品的问题 我非常正式地宣布一下 跟所有全国的电视机观众 我非常负责任地说 孟老师是具有很高很高智商的 但是具体的人品 我现在还没摸清 就是有可能人品也很高 来 下期节目再公布是吧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佳老师 谢谢 我还有件正事没干的 我还可以专专稿 你比较要吼呢 这是下节目以后你们的事 好办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邱老师 每次上次PK都会输 打 打 打架 好一标就解决两 来来来 对我来 英雄救美人 踢死你 我跟你说 我这耳朵是有问题 我就是这么优秀的人 我又听错了吗 你说话真讨厌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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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 价钱 跟一百没见过大事